在性爱过程中 男人喜欢女人吻她什么地方呢 第一点就是唇齿 一般的性爱首先的一个动作就是接吻 一个浪漫而深情的吻 能够让男人女人都是年纪在心的 而女性丰满诱人的嘴唇 对男人来说是极度的诱惑的 男人也喜欢接吻 喜欢男女性触碰她的一个唇齿 女性用舌尖半寒半入的 在自己的一个唇齿间清甜 这一个动作在视觉上 就常常会强烈的唤醒男性的一种性触觉 对男性而言 更多的试剧发比较明确的一种冲动 只要她的唇齿接纳了你 为你打开的话 那么接下来你将享受到一场 至今要你难忘的一种性体验了 第二点就是相警和耳机 双手轻轻的抚摸其相警 对男人来说是一种暧昧的暗示 男人的耳垂呢 尤其是一个特别敏感的一种性区域的 热吻时请不要忘记了这个角落 对很多的男人来说 亲吻她的一个相警和耳机时 就是会很痒的 这便是激发她的一个内心的一种欲望 不少男人表示自己的耳垂就能够换起一个性快感 其中的呼吸和呢喃还有情话 都是挑逗此区域的一个重要主场部分 第三点就是脊背了 不少的女人评价男人强壮与否呢 经常看的就是男人的一种脊背 别以为男人的脊背啊 仅仅就是一个强壮的一种标志 除此以外呢 她还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种地带 男人的一种脊背呢 按摩和骚痒的一种形式是严重需要摒弃的 性爱的时候 拥抱是在所难免的 脊背的抚摸也就是在井南桃了 内骨和腰间呢 就是隐藏着很多的一种奥妙 这里的一种神经莫销啊 是高于身体其他部位的 因此呢 别忘了男人的脊背 第四点就是小腹了 女人平滑的一种小腹呢 对男人有着极大的一种诱惑力 同样男人的小腹对女人 也有着很大的一种吸引力 结实的小腹会让女人疯狂 性爱的时候呢 到了小腹这一个部位啊 就意味着即将呢 进入一个重点了 但是呢 请不要急于向下进行 掉一掉她的胃口也是很好的 很多的男性啊 声称呢 抚摸小腹和肚脐 一样会带来一种快感 男人渴望得到爱抚的一种重点部位了 男人啊 在感情上的一种注意力啊 也许呢 会偶尔分散 但是身体的那种快感中心 是非常的其中的 上半身呢是用来思考和判断 下半身呢是用来承受快感的一种触摸 不要以为呢只有女人才入睡 男人在特定的时候啊 也是需要特殊的一种抚慰 就今天我们分享了一个话题啊 就聊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 记得帮忙点击 订阅点赞 加收藏 下期再见咯